大家好,我是阿輝 今天用一根油條搭配兩根黃瓜 分享一個好吃的做法 你要是能把這道菜學會了 出去走南闖北 人人都誇你是大廚 一起來看一下吧 首先準備兩根黃瓜清洗乾淨 缺去頭尾 然後用刀把黃瓜拍上幾下 拍好後從中間切開 再切成斜刀 把它片成厚一點的大片 全部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兩根早上吃剩下的油條 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裝入盤中 下面準備一把大蒜拍碎 再切成蒜末 切好裝入小盤裡 然後加入一勺食物魚 取出擀面杖把大蒜搗碎 搗出來的蒜泥和刀拍的是兩碼式 口感絕對不一樣 然後加入少許的生抽 再加入適量的陳醋 家裡有條件的話加點芝麻香油 能吃辣的可以來上幾個小米辣 用筷子攪拌均勻 先放一旁備用 接下來處理一下油條 剩下的油條非常軟肯定不好吃 下面把油條炸一下 起鍋燒油油溫六成熱 倒入切好的油條 炸這個油條一定要開中小火 油溫低了容易吸油 大約炸至一分鐘左右 最後炸至用手輕輕一捏就碎的狀態就可以了 控油裝入盆中 下面把拍好的黃瓜倒入盆中 澆上我們調好的靈魂料汁 戴上一次性手套抓拌均勻 不要用力抓不然容易出水 再放入我們炸好的油條 繼續抓拌均勻 擦拌均勻即可出盆裝盆 一道非常美味的黃瓜拌油條就做好了 這樣做的黃瓜拌油條清脆爽口又開胃 炎熱的夏天胃口不好 來上這樣一盤真的是又開胃又下飯 比大魚大肉還要受歡迎 如果你也喜歡就趕快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贊收藏加關注 謝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ように下期再見